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节征收管理的内容 首先来看一下本节的学习目标 进口货物和出口货物 关税的申报时间如何来确定 进口和出口申报的时间是不同的 另外关税纳税期限是多久 在多长时间之内去申报纳税 另外可不可以延期最长延期多久 跟征管法有什么样的区别 第三关税强制的措施都有哪些需要明确 接着如果关税多交了 哪些情况下可以申请退还关税 那么退税的时候能不能要求加算 同期的活期银行存款的利息 是不同的情况要了解 另外补征和追征关税有何区别 一个是纳税人有过错 一个是纳税人没有过错 那么具体的追征期咱们也是不一样的 另外关税和征管法在补征和追征上 也是有区别的 虽然征管法还没有学 但是咱们讲到关税这的时候 就先跟大家强调一下 之后学习完征管法再回头看这 就会更有印象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知识点 关于关税缴纳的一些具体的规定 首先在申报时间上 进口货物自运输工具申报 经济之日起14日内去进行关税的申报 另外出口货物是在运笛海关的监管区后 装货的24小时以前 一个14日一个24小时要明确 另外具体的纳税期限 自海关填发税款的 缴款输之日起15日内 向指定的银行去缴纳 增值税消费税者 都是收到缴款输之日起15日内 对吧 另外有没有一个延期纳税的规定呢 关税是有的 我们强调 关税的纳税义务人因不可抗力 或者是国家税收政策调整的情况下 不能按时的去缴纳税款的 经过依法提供担保 一定是要担保之后 可以延期缴纳关税 但是呢 延期最长是不能超过6个月的 在征管法当中 也有一个延期纳税的一个规定 但是征管法要求更延一点 是3个月 关税这呢 最长延期不得超过6个月 要记住这个时间 接着 关税的强制执行措施 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呢 是加收关税的质纳金 另外呢 就是强制的征收 我们说关税呢 你是要按期的去缴纳的 也就是说 海关填发税款的缴款书之日期 15日内 你就要向银行去纳税了 那么如果纳税期限届满 你还没有去交税 从第16天开始 就算你制纳了 直到你的实际去缴税之日纸 这个中间的这段时间 你要去交一个制纳金 那么关税的制纳金 如何来计算呢 是用制纳的关税的税额 乘以一个制纳金的征收比例 咱们制纳金征收 都按万分之五来征收 再乘以你的制纳的这个天数 所以天数其实就是从 关税的缴纳期限借满之日起 也就是说第16天开始 至关税的纳税义务的 缴纳实际缴纳关税这一天值 这段时间就算作是纳税的天数 乘以5% 乘以你制纳的关税税额 算出来关税的制纳金 但是呢 我们说你不能一直都不交税款 也不能一直都只对你 这个征收制纳金 我们强调 如果纳税义务人 自缴纳税款期限 借满之日的三个月内 仍然没有缴纳关税的 经过直属的海关关长 或者他授权的 隶属的海关关长的批准 海关呢 是可以采取强制的扣缴 或者是变价抵缴等措施 所谓强制的扣缴呢 其实就是海关直接通知你的开户行 从你的开户行 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当中 扣除你的存款去缴纳关税 所谓变价的抵缴呢 其实就是相当于扣留 价值相当于应缴纳税款的 这一部分的货物 去变卖了 去抵缴你的关税的税款 这就是咱们关税的强制的措施 好吗 这一点了解一下 另外 关税的退还 如果呢 多交了关税 就会涉及到一个退还的问题 情形不同 具体的规定也不同 首先 如果海关 他多挣了税款 那么你自己还没算明白 稀里糊涂就把税给交上去了 那么海关发现之后呢 应当立即的退还给纳税人 那么如果纳税人 他发现多缴税款的 那么自缴纳税款至起一年之内 可以书面的形式 要求海关退还多缴的税款 并且可以加算银行的同期的 活期的存款利息 如果是海关发现的 那就没有利息可言了 对不对 人家海关要不发现的话 还没法退还给你呢 如果是纳税人发现的 一年之内 可以申请退还 并且可以要求加算同期 银行的活期存款利息 另外呢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纳税人可以自缴纳税款之日期 一年之内申请退还关税 第一种情况 已经征进口关税的货物 因品质或者是规格等原因 原状的退货了 付运出境的 那么你进口来了之后 发现他的这个规格发错了 比如说你进口的是白巧克力 人家给你发的是黑巧克力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你肯定会退货 同时呢 你之前交的进口的关税 也一并给你退掉 另外 已经征出口关税的货物 出口很少征关税啊 但是万一征了 因为品质或者是规格的原因 原状 这个退货 付运进境 并以重新缴纳 因出口而退还的 国内环节的税收的 也就是说 你出口的时候 也是交了关税的 现在呢 你不出口了 这时候关税可以退还给你 另外什么叫做 并以重新缴纳 因出口而退还的 国内环节的税收 我们说出口 咱们都是鼓励的 所以增值税 消费税 都会涉及到退税 是不是 但是只有你出口了 才会给你退税 如果你没有出口的话 那么 之前退给你的税 你现在要重新交上去 你交上去之后 海关再把你交的 这个出口的关税 退还给你 所以呢 相当于是 把一切都恢复原状 另外呢 以纳的出口关税的货物 因故 未装运出口的 相当于是 没出口成了 那么你申报退关的 那之前交过的税 也是退给你的 这都是一些 可以理解的 常识性的内容 对吧 另外 关税的补征和追征 补征和追征 它的这个性质是不同的 补征呢 是因为 纳税人呢 虽然说是 少征或者是漏征了关税 但是呢 它不是因为自己的 违法的违规的这个原因 不是因为纳税人的原因 所以呢 我们说 追征呢 就不一样了 追征的性质是说 纳税人违反了 海关的规定 从而造成了 少征或者是漏征税款 所以呢 性质不一样 咱们的补征期和追征期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强调 补征呢 是非因纳税人 违反海关规定 造成了少征 或者是漏征的税款 那么 关税的补征期呢 为缴纳关税 或者是货物物品 放行至起一年 记住这个一年的时间 那么 关税的追征 是因为纳税人 违反了海关的规定 造成了少征 或者是漏征税款 那么 追征期的时间 就会更长 因为追征 它这个性质就更严重了 那么关税呢 它追征期呢 为缴纳的税款 或者是货物和物品 放行至起三年内 并且呢 加收少征 或者是漏征税款的 5%的质纳金 质纳金都是5% 如果是追征税款的话 我们还要加收一个质纳金 如果是补征税款的话 就没有质纳金了 另外呢 在补征和追征税款的情况下 咱们关税的规定 和征管法的规定呢 是不一样的 这块呢 我们要区分一下 首先呢 你要知道 补征跟追征 一个是因为纳税人违法 一个是因为 一个呢 是跟纳税人没有关系 我们强调补征呢 跟纳税人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确实是少征了税款 我们强调在补征的情况下呢 关税规定的是 一年的补征金 并且呢 不需要加收质纳金 但是征管法的规定是 三年补征期 当然呢 也没有质纳金 年限要长一点 交不交质纳金的规定 是一样的 追征说明纳税人违法了 那么关税规定 三年追征 并且呢 加收质纳金 征管法规定 三年追征 特殊情况下可以五年追征 另外有一些 非常严重的违法情形 比如说偷税了 比如说抗税了 比如说骗税了 在这种情况下 征管法规定 无限期的追征 什么时候逮到你 你什么时候 就得把这个税给补上 对吧 另外还有收取质纳金 这是征管法 和关税规定的不同之处 了解一下 另外 关税呢 纳税争议的处理 也了解一下 我们说这个海关 它和国内的 这个税务机关啊 它这个规则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它纳税争议的处理方式呢 也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海关来处理 一个呢 是咱们国内的税务机关来处理 我们强调 如果关税发生纳税争议的话呢 由纳税义务人 自海关填发税款的 缴款输出之日起 60日内 向原征税海关的 上一级海关 提出复役的申请 逾期申请 海关不予受理 所以发生争议 60天之内 你要找它的上级 因为海关呢 它是一个垂直管理的体系 所以你复役 就直接找它的上级就可以 另外海关的 行政复役机关 应当自受理复役 申请之日起 60日内 做出复役的决定 两个60日 并且呢 要以书面的 正式的形式 以复役决定书的形式 正式的去答复纳税人 那么如果纳税人呢 他对于复役决定 不符的 可以自收到复役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 向人民法院 去提起诉讼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它也是一个 复役前置的一个规定 是不是 这个跟征管法88条的规定 是一样的 另外 纳税人同海关 发生争议的时候 确实是 可以向海关 去申请复役的 但是我们说 申请复役的 这期间里 你要不要 把这个税款交上去呢 我们强调 同时应当在 规定期限的 按照海关核定的税额去 缴纳关税 也就是说 你必须还是 先把税给交上去 你要是不交税 就构成了制纳 海关是有权采取 之前的那一套 强制的执行措施的 也就是说 其实在这呢 关税制纳的争议处理 跟咱们税务机关一样 都是要清税前置 你把税给交上去 你再去提起复役 你提起完复役了之后 你对于复役的结果不符 你再去提起诉讼 两个前置的规定 都是对于 纳税人来说 是非常严格的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道 2016年的多选题 说下列的措施当中 属于海关法 赋予海关可以采取的 强制措施有 咱们强调什么 便价底角 强制扣角 以及什么 海关 这个征收这种制纳金 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 补征税额呀 没有啊 补征税额 不是海关法规定的 强制的措施 强制的措施 其实只有两大类 一类呢 是收钱 一类是采取 便价抵较 和强制扣角的方式 所以这道题选的是 A B 和D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道 2020年的单选题 因纳税义务人 违反规定 而造成的 少征税款 海关可以自 纳税义务人 缴纳税款 或者是货物物品放行 起的一定期限内 去进行追征 咱们强调 海关追征 追征其实多久啊 三年 对不对 这儿呢 要跟征管法上的 一些其他的规定 我们去对比 这儿去进行计议 接着呢 我们以导图小节的形式 来这个总结一下 本节课学习的内容 那么 征收管理的这个规定当中呢 主要是一些 非常细节的一些规定啊 涉及到关税缴纳 我们要明确 关税的纳税期呢 是海关停发 缴款收入制日期 15日内 如果要是 你没有在这个期限去 纳税的话 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是延期纳税了 那么延期纳税 可不可以提出申请呢 可以 但是呢 前提是 你要提供担保 并且呢 延期的时间 是不得超过6个月的 那征管法上 我们说 税法的话 那咱们这个 税务机关征收的 这个延期呢 是不能超过3个月的 另外 强制执行措施 有两大类 一类呢 是征收这个制纳金 一类呢 是强制的这个征收 具体的措施呢 包括强制的扣角 和变价的底角 强调的呢 是 刚开始是先对你收 这个制纳金 那如果你要是 纳税期限界满制日期 三个月内 仍然没有期纳税的 那么就不能 只对你收制纳金了 而是经过直属的 或者是隶属的 海关关长的批准 咱们要对你 实行这一套强制的措施了 另外呢 关税呢 多交了 会涉及到退还 关键是谁发现的 如果是海关发现的 海关立即会退还给你 如果是纳税人发现的 一年之内 也是可以申请退还的 并且可以向海关要求 加算同期的 国期的银行存款的利息 另外 税款的补征和追征 咱们强调 补征 不是因为纳税人的过错 追征呢 是纳税人有过错 补征的话 一年补征期 不需要加收至纳金 如果是追征的话 那么三年追征 并且呢 加收至纳金 和征管法的规定 区别着 一起来记忆 好 这呢 就是咱们 整个的这个 关税法的内容 接下来呢 在第七章 还有一个 小的税种 叫做 传播的蹲税法 这个传播蹲税法呢 是一个非常小的 一个税种啊 也就是出一道客观题而已 所以呢 内容上也是 非常的简单 关键呢 是注意一下 它的一些细节性的 比如说税收优惠等的一些规定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本节的学习目标 首先 我们要明确 传播蹲税 它的征税的范围 是什么 对什么传去征税 是中国籍的 还是外国籍的 还是说都征 另外 传播蹲税 它的税率的类型 有哪些 咱们有普通的 有优惠的 分别适用于 哪些的传播 得去明确 另外呢 在计算税额的时候 我们说有一些 特殊的这些传播 比如说 拖船和没有办法提供 静蹲位证明文件的 这种游艇 那么 你没有静蹲位的话 咱们如何去 折算静蹲位 因为我们说 船舶蹲税 它的税额呢 是要根据静蹲位 来算的 接着呢 哪一些船舶呢 可以享受这种优惠 那么优惠呢 有直接的优惠 还有一些延期的优惠 哪一些是直接的优惠 哪一些是延期的优惠呢 是可以考到客观题的 另外 传播蹲税 它的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 和纳税的期限 如何的来确定 另外 它有没有会涉及到 补充和追征的问题 跟关税 规定是不是相同 因为咱们说 关税 传播蹲税 都是海关去征收的税种 税款都统一的去 交给中央 对不对 所以呢 跟关税呢 它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的 另外呢 如果传播蹲税 多缴了 该如何去退还 了解这些内容 首先呢 我们来明确第一个知识点 传播蹲税 它的征税的范围和税率 我们强调 征税范围是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港口 进入境内港口的传播 应当缴纳传播的蹲税 那咱们说没说 这是哪的传播呀 没有说 所以呢 无论是中国籍的传播 还是外国籍的传播 你从进港了 那你都要去交一个传播的蹲税 那么传播蹲税的税率形式呢 它都是定额的税率 具体来说呢 它是分成两种类型的 一种呢 叫做优惠的税率 一种呢 叫做普通的税率 所谓优惠的税率呢 针对的是两种 适用的情况 首先呢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的应税的传播 也就是咱们自己的 中国籍的传 适用的肯定是优惠税率 另外呢 对于传局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签订了 含有互相给予 这个传播的 这个蹲税的 这个税费的 最惠国的 大于条款或条约 或协定的应税传播 也就是跟咱们国家 签订有条约的 这些传播 咱们也是 可以适用优惠的税率的 另外呢 其他的应税传播 就只好适用普通的税率了 具体来说呢 咱们传播蹲税的 税务和税率表呢 是这样的一张表 那么它的税额呢 其实是由这么几个因素 来决定的 首先呢 我们根据传播的 净蹲位 划分了它的税务 你不同的蹲位 这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容积率 是不同的 那么你的容积不同的话 咱们的税额也是不同的 所以呢 不同蹲位 它对应着不同的税率 那么我们的税率呢 都是多少元 每净蹲 也就是说呢 你的蹲位越大 那么你肯定应当交的税款 就越多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第三个决定 它应纳税额的一个因素 叫做执照的这个期限 传播蹲税的这个执照呢 具体呢 它有一年的 有90日的 有30日的 所以呢 不同的日期 咱们的税额也是不同 那肯定是 你的执照的期限越长 那你的单位的税额就越高嘛 那么另外呢 咱们刚才讲到了 说税率呢 我们有优惠税率 有普通税率 所以呢 这个优惠税率和普通税率呢 它都是按照一年 90日和30日 进行这种执照期限的划分的 只不过呢 咱们说优惠税率呢 它肯定是 它的单位的这个税额呢 肯定是更低的 所以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说有一个净吨位是 这个3000净吨的 这样的一艘 中国级的船舶 那么 我们说它执照的期限呢 是90日 那么你如何的去 确定它的单位的税率呢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说净吨位3000 那它所处的是不超过 这个超过2000净吨 但是不超过 1万净吨的 这一档的税务 那么 我们又说 它是中国级的船舶 所以它适用的 肯定是一个优惠的税率 那它执照期限呢 是90日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确定出来 它单位的税额呢 是5.8元 每净吨 那么你一共是3000 3000吨 对不对 所以呢 乘以5.8 算出来 它的应当缴纳的 船舶的吨税 对船舶吨税 它应纳的这个税额呢 它是按照 净吨位和吨税的 执照期限 来征收的 对不对 左侧呢 是根据税目 按照传播的 净吨位来进行划分 右侧呢 是这个 根据它的 执照期限来划分 另外我们还需要 判定一下 它到底是适用的是 普通的税率 还是适用的是 优惠的税率 所以呢 应纳税额的计算 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非常的简单 所以关键呢 是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另外呢 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 托船 是按照 发动机功力 每千码 折合静吨位 是0.67吨 我们说托船 是什么 之后我们还会讲到 说飞机动 舶船 我们说托船 和飞机动 舶船 分别按照相同的 静吨位船舶的 50% 给它打个半折 来计算 应当缴纳的税款 看到这张图 你就知道 什么是托船 什么是飞机动 的舶船 托船 就是前面的 这个小的 飞机动的舶船 就是后面的 这个大的 托船呢 它是用来 托动舶船 和轮船的 这种船舶 托船的特点 就是它船身 是非常的小的 但是呢 它主机功力 是非常大的 牵引力 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它本身呢 没有这种 装载的能力 所以呢 是由它呢 托着这些 这个什么 没有自航能力的 这些舶船 往前走的 所以我们说托船呢 因为它没有 这种吨位 因为我们说吨位呢 静吨位 它指的是一个溶机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托船 它本身呢 它没有这种 载货溶机 它主要呢 是有一个发动机 但是托船 我们对不对 它征税呢 也是对它征税的 那么我们说 船舶吨税 它的这个单位 是按照 多少元 每净吨 那它没有净吨 怎么办呢 你就用发动机的功率 去折合它的净吨位 对不对 折合出来的就是 发动机功率 每千瓦 折合净吨位 是0.67吨 从而去计算出来 它的这样的一个税额 那么接着呢 我们说 飞机动舶船 也就是后面的这个 就是它本身 没有自航能力 这种飞机动的这个船 需要这种托船 或者是顶推船 去推着它 或者是拉着它去走的 设备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呢 这种飞机动的舶船 也是要正常的去计税的 但是呢 它是可以减半的 去计税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说托船 跟飞机动舶船 这儿 大家了解一下 接着呢 咱们还有一些 没有办法提供 净吨位证明文件的 一些游艇 如果它要是 有这种净吨位的 证明文件 那就按照 净吨位的证明文件 来确定 它的应缴纳的 传播吨税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也是按照 发动局的功率 每千码呢 折合净吨位是 0.05吨 去计算 吨税的 应纳的税额 这几个小的问题 考试的时候会考到 一定要去注意一下 接着呢 我们来看 教材当中的一道例题 说毕国的某运输公司 一艘货轮 驶入了我国的某港口 该货轮的净吨位呢 是3万吨 货轮的负责人 已经向我国海关 领取了吨税的执照 在港口的停留期 也就是吨税的执照期呢 是30天 毕国已经与我国签订 相互给予 传播税的 费的最优惠国的 待遇的这个条款 说明它适用的是 一个优惠的税率 请计算 该货轮负责人 应向我国海关 缴纳的船舶的吨税 那么我们就回到 那张船舶吨税的税率表 咱们知道 它的净吨位呢 是3万吨 它适用的是优惠的税率 执照期限呢 是30天 找到3万吨 所对应的这一档的税目 并且我们知道 它适用的是优惠的税率 30天 所以它单位的税额 就会定位到 是3.3元 每净吨 那么我们就直接用 这个3万吨 轮船的净吨位 乘以单位的税额 最后算出来 它应缴纳的 船舶的吨税是 99000元 很简单 对吧 真正涉及到计算的 就是很简单 关键的是 你如何去确定 它的单位的税额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船舶吨税的 税收优惠的内容 因为小税种呢 它实在是呢 在计算上 没有太多可以考的 所以就特别容易 考到优惠的问题 这块呢 一定要把握好 首先呢 来看一下 直接的优惠 那么下列的船舶 是免征吨税的 第一 应纳税额呢 在人民币50元 以下的船舶 这个跟关税呢 很像 对不对 我们说关税税额 在人民币50元以下的 一票货物 也是免征关税的 另外 自境外 购买 受赠 继承等方式 取得船舶所有权的 初次进口蛋糕呢 空载的船舶 空载入港的 对吧 那么这种船舶 刚刚买来的 还没有拉货呢 是免税的 三 吨税执照期满后 24小时内 不上下客货的船舶 执照期满了 按说呢 你该走了 对吧 但是呢 你可能还没排上号呢 那么24小时之内 不上下客货 等待出港 对吧 这种船的话 咱们是不需要 去缴纳船舶吨税的 另外 飞机动的船舶 是不需要 缴纳船舶吨税的 但是呢 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 什么呀 刚才讲到了 托船和 舶船 舶船呢 它其实也是没有 自航能力的 但是呢 飞机动的这种舶船呢 它是要去缴纳 船舶吨税 但是呢 可以按照 50%去缴纳 它跟这种 飞机动的船舶 还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想到 托船 飞机动 舶船 分别按照 相同净尊位 船舶设计的 50%去 几征税款 所以呢 飞机动的船舶 脱船 飞机动 舶船 区分开来 第五呢 是补牢养殖的 遗船 相当之跟 农业相关了 对不对 所以这块呢 是免税的 另外 避难的 防疫隔离的 修理的 改造的 终止运营 或者是拆解 并不上下客户的船舶 针对的都是一些 特殊的情况 咱们现在 疫情期间 临时停留在哪个国家 如果要是因为防疫隔离 停留在 咱们国家港口的话 也是免征 船舶敦税的 另外 军队和武装警察部队 专用或者是 征用的船舶 是免征 船舶敦税的 警用的船舶 主体特殊 也是免税的 另外 依照法律规定 应当于免税的 外国的 驻华的使领馆 国际组织 驻华代表机构 以及有关人员的 船舶 这是属于国际惯例了 了解一下就可以 还有国务院规定的 其他的船舶 都是免征 敦税的 这是咱们讲到的 直接的优惠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 延期的优惠 那么在 敦税的执照期内 应税船舶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 海关呢 按照实际发生的 天数去批注 延长 敦税的这个执照期限 一呢 是避难 防疫 隔离 修理改造 并不上下客户的 跟这呢 很像 对吧 这些船舶 是可以批准 延期优惠的 另外 军队和武装 警察部队 征用的船舶 也是可以批准 延期优惠的 这两点呢 延期优惠 要明确 另外 船舶敦税 征收管理的内容 征收机关 还是海关 对不对 海关征的这个税 你一定要 这个烂熟于心了 什么关税啊 船舶敦税啊 进口环节 代征的增值税 消费税等等 对吧 另外 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 应税传播 进入港口的当日 你的纳税义务 就已经发生了 那么纳税期限呢 自海关填发 吨税的 缴款输 支付起 15日内 缴清税款 我们发现海关中的 这个税都是 给你发个缴 15日之内 你去缴清税款 那么 未按照期限 缴纳税款的 应当自 质纳税款 之日起 至缴清税款 之日至 按日加收 质纳税款 5%的质纳金 跟关税完全一样 补征追征 也是一样 一年补征 不需要缴纳质纳金 三年追征 征收质纳金 所以海关呢 他自己定的 一系列的办法 都是一样的 另外 如果发生多缴退款 海关发现的 24小时内 就通知应税传播 办理退还首席 并且呢 加算银行的同期 存款的这个利息 如果是 应税传播发现的 可以自缴纳税款 之日起 三年之内 以书面形式 要求海关退还 多缴的税款 并且加算银行 同期的 活期的存款利息 这呢 其实跟关税法 是有一点区别的 我们说关税法 海关发现的话 立即退还 没说什么利息的事 如果是 咱们这个 纳税人去发现的话 那一年之内 书面形式申请 并且要求加算 同期存款的这个利息 那这块呢 是有一点区别的 另外呢 从法律责任上来说 这块也简单看一下 我们说 应税传播 如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海关去 责令 限期改正 处于2000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缴或者是 少缴应纳税款的 处不缴或少缴税款 50%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但是罚款 不得低于2000元 针对的 就是这么几种情形 首先 未按照规定去 申报纳税 领取吨税的执照的 另外呢 未按照规定 交验吨税执照 以及提供相关的 证明文件的 海关呢 可以对你来进行 这种处罚 这种罚款 这个额度 简单的来看一下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2020年的一道多选题 硬税传播在 吨税执照期内发生的 恰恰行情当中 海关可以按照 实际发生的 天数来批注 延长吨税执照期限的 有 这是延期纳税的优惠 A 避难并不上下客户的 没问题 防疫隔离 不上下客户的 没问题 补充供给 不上下客户的 旅客的 这个是没有的 对不对 另外 接着下列 从境外进入 我国港口的 船舶当中 免征船舶 敦税的是 这个托船 咱们说托船 它确实是 这个有优惠 它是减半来征收 但是呢 它不是免税的 另外 机动的船舶 人家是正常的 去征税的 对吧 另外 非机动的舶船 也是减半的来征收的 那么军队征用的 船舶 这个是没有问题 是可以免税的 再来看 2014年的多选题 下列的船舶当中 免征船舶 对于税的有 养殖与船 咱们说 跟农业有关 确实是免征的 非机动的舶船 减半来征收 那么军队征用的船舶 确实是免征的 另外 应那是额为 人民币100元的船舶 咱们说 只有一个50 对不对 关税和吨税 都是50以下的 是可以免税的 所以这条题选的是 A和C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道 2021年的 去年的一道多选题 硬水船舶负责人 每次申报纳税时 可按规定选择申领 一种期限的 吨税的执照 那么下列期限 属于可选的 吨税执照期限的有 这个呢 咱们那张税率表 就意味着 你俩比较熟 对不对 我们说有30天的 有90天的 还有一年的 有没有180日的呀 没有180日 是不是 所以这种题目呢 你说的难吗 它没有任何的难度 关键呢 就是要求你一个熟悉 熟能生巧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就是咱们 船舶敦税法的内容 那么到这为止呢 咱们第七章呢 就已经讲完了 拜拜